元素 可是不借牌的節奏會亂欸 可是借的牌又是借爛卡 還是要借啊因為 還是要去賺別人的錢 他會不會喪心病狂把那個 小水滴點掉啊就是我不給你偷 我本來點掉也不讓你偷 啊?! 蛤?!怎麼沒東西啊?! 他剛剛打贏了現在沒東西你胡我 他賣水滴 有需要嗎? 神經病 我第一次看到賣水滴了啦 我還真的第一次看到有人賣水滴 唉唷恩若斯我的 這三張你們會拿來哪一張呢? 買魔胎痛了啦買兩隻啦 痛了啦 我就想現在看一看藍龍會先死還是我先死 藍龍08還是我08 我們兩個人當中總要有一個人08的 互相傷害來啊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王 別打第三個 啊!!! 你是不是傻這個能偷 哇塞你別打第三個我就偷過來了 你是吧是傻啊 好不容易能偷到對子 措施兩級 我還是傾向於這邊按個6欸 這邊有湊隊啦但是沒什麼必要啦 我覺得趕快升級 趕快升級才是真的 欸! 欸! 機會來了 欸! 好好把握機會來了 很好的團啊再升一級 我看這個藍龍你們看看 欸~~ 就說不要害人害己嘛 因為他本身他沒技能他少一塊影響很大可是我少一塊 其實也還好因為拉法姆本來場面就很滿 平常是會有一隻怪在手裡嘛偷到的牌有一張會放在手裡因為出不掉 場面太滿 跟藍龍就不一樣了藍龍場面怎麼樣都滿不了 你少一隻就會影響到你之後的每一回合都會少一隻 所以他不能夠少一隻欸 他不能夠這樣子弄 他很容易會把自己玩進去 因為兩個英雄 嗯... 的那個... 前期的那個機制 強度差很多了 三合一!別偷貓!合了! 水啦! 他也合了! 還是這樣子我是也幫了他啊 欸他也合了 要出門了嗎?沒問題這把一定吃雞 這把碰個6 我先把藍龍帶走 上將! 我胡了! 聊天室我胡了 他不會死啊但是 他應該沒有染後了 我如果要打死他拿 拿鬼媽他會死 有機會會死啊但是沒必要 我就說害人害急 你不需要 不要害別人也不要害自己 因為你拿鬼媽就是殺了他 但你後續比較弱 就跟他一開始 不想讓我偷牌導致自己後續變弱一樣 所以 比較沒必要啦 我是不會做這件事的 嗯他很強捏 他也沒有 弱到這個程度 元素之王 這個拿不拿啊? 4-4海盜不拿 刷掉刷掉 找...找RODY 找大一點海盜 合了 再找一個船上將 遊戲結束 雙飛了各位 有海盜就可以隨便拿了嘛 反正我就只是過度而已 啊? 看傻了我 他會再動一次第一隻 他會再動一次第一隻 可以再升一級 太強了 這一把沒人有蛇所以... 可以連架兩隻 可以架兩隻 這一把沒人有蛇 這一張牌沒用了 可以賣掉了 嗯...單架不一定比較好啊 如果對手會卡你的話雙架比較好 這一把首先奔機械 不會有收割機 第二呢沒有人養蛇 這一家也沒有蛇嘛 所以雙架就好了 等等這一家就光牙蛇 怎麼可能 我不信 有反擊權啊!會反擊! 會反擊! 欸會反擊! 我比較怕這個會反擊的 沒問題啦...還是hold住了... 我打他很痛喔 6 6 6 18 18加4 22 還沒死 然後刷吧 刷男爵 這一次真的要把藍龍帶走了 刷到男爵就... 就... 他就死了 男爵上將 他死了 無面者拿 男爵不用摳 然後2 3扔掉 再來一張男爵就死透透了 食屍鬼不用因為也燒不掉了 除非你要賣這個不能燒啦 燒沒有好處 你燒還是自己燒兩個大電 師傅... 沒必要 沒有需要拿 除非你真的很想殺他啦 我是覺得沒必要啦 卡德加 下一隻複製比較好 因為下一隻有可能是男爵 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卡德加 所以... 晚一點複製 打起來靈活一點 你可以選擇金卡... 男爵或金卡德加 就是你會有選項 欸... 一個上將掛了啦 會不會最後我是跟藍龍打決賽啊? 我們沒有人死 我們直接打決賽 欸?! 為什麼變金卡了啦?! 為什麼啊?! 問號 為什麼卡德加變金卡了啦?! 盾中的寧靜 這樣就要賣RODY了欸 我要賣RODY了 這樣子飛比較過癮 少...因為RODY比較容易再買回來啦 所以你應該是賣掉 比較... 多的牌 比較容易拿到的牌把他賣掉 然後比較難拿到的牌留著 哇塞...我這個簡直... 大爆飛了各位 但是也是非常卡就是了 卡卡的懂之懂之 最近開掛明顯...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上將... RODY 上將! 新上將! 再擺一隻卡德加 是上將! 浮誇了!浮誇了! 你們是喜歡卡德加一堆呢? 還是上將一堆呢? 請做出一個選擇吧! 上將一堆比較酷嗎? 卡德加一堆比較酷吧?因為可以衝超多的 欸什麼沒有不出的我一定要出 沒有不出的選項 出的最帥還不出 肯定是要出的啊 沒有不出的選項 欸...他過分 聊天室他過分啊...擺什麼金色狂風 你們說我還能夠起舞嗎?我現在想問 我還能夠起舞嗎? 他有反擊拳欸他過分 第一個碰一下 沒問題 這樣也打不了我多少傷害 欸!全打中間啊! 全打中間多扣5、6滴 嗯...繼續刷就好了 呃...RODY可以拿 食屍鬼會把自己人選不燒光 嗯...應該不會再出一張怪了吧 我是覺得...不要動就好了 好飛啊各位... 跟鬼一樣啊... 根本不用擔心啊 對面擺蛇針對也不用怕 我們一個飛過去他已經沒東西了 就這麼誇張 帶走! 卡德加要再合一張 特地第一棒 太秀了吧... 刷個6 再開一張 哇~~ 上將再來一張 嗯? 你們會怎麼配置呢? 把男爵丟掉 他還擺金色狂風 年輕! 我已經在防你了還不知道 還敢擺啊! 我6卡德加是上將 給他頂的不要不要! 帶他走! 飛! 飛給他舒服! 聊天室飛起來! 哇塞!已經49、50幾了好誇張喔! 但第二隻沒辦法衝了因為 他有牆壁擋住 但也於事無補了 因為我們已經太大 目前來說已經太大 85攻96攻 我看的啥? 哇塞! 太亮了吧! 從來沒有玩過荷蘭人最後變成這樣子的 賣男爵 直接賣男爵然後全部變金卡 玩得不錯! 這一把是那個…豪華版的荷蘭人 有出職VIP的那種…全部都金色的 然後奢侈到可以賣男爵 然後防金色狂風 也不用擔心傷害不夠 就是我衝刺的頻率是3加3是9 只有9個寶寶 但是9個寶寶就可以 讓我們的… 最後的大小非常的大 嗯…平常是單上將或雙上將嘛 因為四上將就是平常的… 兩倍的成長性 通常我們組合頂多就金上將 這個是四倍的上將 但是這把好像已經…不能吃雞了 因為我空刷太久了 戰鬥力根本就遠遠跟不上其他人 這個是有銅鬚的死定的 他在… 五回合前就拿到銅鬚了 所以我差不多GG了 他銅鬚已經刷了五回合 養了五回合了 合一啊… 求你了… 合一張吧…怎麼這麼難… 哇!看一眼銅鬚… 聊天室看一眼… 你們覺得我還有可能贏嗎? 還是我應該… 直接一個帥氣空城… 我不可能贏啦! 我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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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我不要! 我把銅鬚拿光光啦!不給你們銅鬚! 我最好會贏啊!我先跑了 欸!貓也沒了! 貓怎麼也沒了? 也要不給你了? 那今天才做得好好! 你不給你了嗎? 沒了… 你不給你了!